如果说这个线 你看是这样 扭过来不平整的时候 你可以重新的勾 这样给它线推过来 再勾一次 这样花形勾出来呢 它会好看一点 耐心一点 我们这样 你看这个线往上带 在这个边上 轮廓上边就可以了 勾成上三个线圈 上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勾的时候可以捏着这个地方 这样第三组花形就勾好了 你看我们在数这个组数的时候呢 也是很明显的 就数这个长线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 那接着我们勾第四组 紧急着的下一针 穿过针母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回到第一针 底部的这个针脚地方 在这里入针 勾针穿到这个针脚位置 然后绍线勾线出来 接着在第二针 看这里第二针 底部的针脚往下移 再往下移这个针脚 在这里 和前面这条长线间隔一针的 穿到这个孔的地方 绍线勾出来 你看这个线是扭过来的 不平整 就重新勾一下 你把后边的线给它顺着离一下 再去穿到这个孔里 然后绍线勾线出来 这样平着就可以了 然后往上带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绍线直接勾过这三个线圈 这就是第四组 接着勾第五组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第二针 我再重新穿一下 下一针第二针 然后回到第一针 底部的针脚 传针进去 绍线勾出来 线往上带 再到第二针 往下移 底部的针脚在这里 再往下移 在这个地方 和前面长线 你看这里刚好是间隔一针的 仔细的看一下 传到这里 勾线出来 我们再重新里一次 传到这里 勾线出来 看这个孔的地方 可以把这线给它里顺了 然后再这样带线出来 绍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好 那这里呢 我已经给大家演示了 五组的这个勾法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把这个花形的第一圈呢 一圈勾到结尾处 再看一下讲解 因为接下来是重复部分 就不需要每一组都去演示了 大家多看一下 前面的这个讲解 好 没有掌握方法 你再看一下前面演示的这个位置 第一组确定好位置之后呢 后面就好勾了 长线 你看这个距离呢 中间都是间隔一针的 这个规律呢 是很整齐的 好 把这一圈呢 勾好 花形的第一圈呢 勾到最后 还剩两针 我们再把最后一组勾完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记号扣 勾第二个短针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针 底部的针脚地方 穿针进去 好 穿到第一个针脚位置 然后绕线 勾线出来 这个线呢 往上带一下 像这样扭过来的话 要给它重新勾一下 整理一下 穿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脚 然后绕线勾出 线这样往上带 然后在第二针 底部的针脚 再往下移 中间这里是间隔一针的 好 穿针进去 绕线勾出 线往上带一下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这一圈的花形呢 就勾好了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 挂上记号扣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 可以检查这个针数 或者是检查这个花形的组数 检查针数的时候 就从记号过的第一针 数上面的针目 到最后一针 核对一下针数 然后这个组数的话 就数这个长线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一圈呢 一共是有21组的 检查好之后 然后我们和这个第一针 给它连接起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 后边的小辫子呢 要给它拉紧 像这样收紧 或者先往上 往后边拽一下 每一圈在勾之的时候呢 引把之后的小辫子 都要给它收紧 那收紧好之后 然后我们勾张呢 就从这个线圈里 先给它拿下来 因为我们在勾花形的时候 像这个线的纹路呢 要给它整理的平整一点 在整理线的时候呢 那后边的线 你看这个时候勾完之后 它会像这样扭过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之后用的这个线呢 给它先整理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勾完之后 这个线像这样拧过来 那这里我们是给它拉紧的 所以在里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开了 像这个线呢 给它这样拿过来 然后像这样给它转回到 原来的这个线的 这个平整度就可以了 接下来你在勾 每一圈的花形的时候呢 完成一圈之后 我们都用这个方法 将这个线回到原来的形状 因为在勾这个花形的时候 它就勾边会形成这个样子的 好 这样整理好之后 我们再把勾针呢 穿到这个线圈里 现在拖回来 看一下我们勾完 这个花形第一圈之后 这个纸片的纹路 之前前面在勾三圈短针的时候 它会往里收 那你勾完这个花形第一圈之后呢 这个针数是增加的 所以你再看这个轮廓 它是顺着这个包底向上的 从这个后面看 应该是这样的 好 形状又这样回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勾 这个花形的第二圈了 首先呢 还是先勾一个变的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我们第二圈 在勾这个花形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每一组 它是由三针组成的 叫勾是一 二 三 第三针你看 刚好是斜线和竖着的线 对应的上边的 然后我们都是要跳过 这个每一组的第一针 好 接下来都是跳过 每一组的第一针 你自己要先看好 这个位置熟悉一下 然后我们就在 第二针的位置 开始勾短针 好 取下第一针上的叫扣 我们跟着讲解 一样进行编织 穿到 我们这个第二针位置 在这里 好 穿过去 绕线勾出来 勾一个短针 这就是包身花形的第二圈第一针了 在这一针上一定要标记好 然后接着呢 下一针 也就是这个斜线 竖着的线 对应的上边这一针里 穿针进去 勾一八个短针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我们还是回到 第一个短针 这个底部针脚地方 穿针 这里的方法是一样的 穿到底部针脚位置 进去 然后绕线勾出 带线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长线入针的位置 这里长线入针的位置呢 我们就参考这个斜线的纹路 你看一下这条斜线 是在这里出来的 这个指的这个方向 在这里 然后这个孔的地方呢 往下移 在这个孔的地方 接下来的这个长线呢 它是斜过来的 不像第一圈是竖着的 在这里穿针 你看在包底的 这是第一圈 第二圈 在这里短针的这个位置 好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穿针进去 然后绕线 勾线出来 线这样往上带一下 勾线上三个线圈 绕线 直接勾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第一组了 你看 一二三 三针为一组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勾第二组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形 你看这个斜线 和竖着的线 这是一组花形的第三针 三二一 所以你的这一针 你看在这个斜线的里面 是覆盖的 你这针一定不要多勾了 是每一组都是要跳过 第一针的 我们在下一针位置 因为斜线的上方 在这里穿针进去 勾线出来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 勾第二个短针 你看斜线 竖着的线 对应的上面这一针 那我们就跟着视频中 这个位置呢 一样进行勾支 仔细的看一下 好 第二个短针 然后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的针角位置 这里的方法是一样的 好 穿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角 然后绕线勾出来 线往上带一下 好 就斜过来的话 重新勾一下 给它理平成了 好 然后接着长线的 入针位置 就参考这个斜线 你看 这个斜线 它是在这里出来的 在这个孔的地方 顺着往下移 这个孔位置 给它进行变织 接下来我们勾这个 包顺的花形呢 这个长线是 一层一层 往上这样进行变织的 你看 第一层 它是在这里位置 那接着往上一层呢 就是在上一圈的这个位置 你看斜着往上 然后接着下一圈 就在这里了 所以你要掌握这个技巧 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考勾了 找到这个地方之后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录针 斜线的下方这个孔 传承进去勾出来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就是第二组 接着勾第三组 再来看一次 如果说你不确定 这一组的第一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斜线 竖着的这个线 它对应的上面 这一针就是第三针 对吧 三二一 这个第一针呢 刚好是被这个 这个长线呢 盖住了 所以你这里这一针呢 你这样看一下 不要给它勾了 直接跳过第一针 好 仔细看一下 每一组在勾花形的时候呢 都是要给它跳过第一针 在第二针位置 开始勾一个短针 这一针呢 刚好是被这个线 给它盖住了 好 我们就穿到这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角位置 然后先勾出 好 这样带出来 然后 这个长线呢 就在这条斜线 这个位置 孔的地方 顺着往下移 下一个孔在这里 好 你看一下你参考 前面的位置呢 它是在一条线上的 所以你勾的手 如果说偏上 或者是偏下 这个纹路是很明显的 要仔细的去观察 在这里 我们这样穿针进去 绕线勾出 带过来 你看这个线呢 它这里是这样扭过来的 对吧 这个在勾的手 你看绕线 这样直接勾线过来 它会这样转过来的 所以勾的手 也不用说 每一次都理的很平整 这样转过来 你看它就是平整的 这样我们就勾了第三组了 接着再勾第四组 看一下 给它离开 看一下 这里第一针是跳过的 在二三这两针开始勾 参考你上一组的花形 那这里呢 已经是比较详细了 在勾的时候呢 你跟着视频进一边 织 要仔细的看一下 手里的这个纸片 针目的位置 好 那你看一下 每一组都是跳过这个地针 它刚好也被这个长线盖住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针 在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角位置勾线出来 好 这个线往上带一下 勾花形的时候 要有耐心 给它整理一下 整个包勾出来之后呢 这个纹路就会好看一点 然后接着就在这条斜线 你看线的孔的地方 往下移这个孔 这样带线出来 绕线 直接勾过来 好 那这个包身花形的第二圈 我已经给大家演示了 四组的勾法了 剩下的部分呢 大家自行的完成 就不需要每一组都去演示了 我们要按照前面讲解的方法 进行编织 把这一圈勾到结尾处 再看一下讲解 好 可以多看一下前面 这里的讲解这个方法 好 进行编织 我们下期再见